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好,今天就要講一講 年尾了 很多的各大傳媒就派成績表 對不對 我們看到,千萬不要看錯 今次這個叫我最不起愛的男歌手 我剛才也看錯了 他看錯了 他不斷跟我說認真話 是啊 不斷說有認壽性,又跟港台合作 不是 不是的,不是那個 不過今次這個我們在網上看到一個Facebook 叫做幫港發聲 我不知道這個究竟是藍還是什麼台 不清楚 因為名字很像 但是其實都不分 我們樂壇都沒有顏色分 最重要是分,你懂或不懂 就是音樂的意思 還有人本身你懂還是不懂 現在選了十個最後十強出來 有些人物我覺得是當之無愧 但是有些人我覺得他不應該入選 大家先給個Like 沒錯 還有可以在下面投票 你選擇 你最討厭的是哪一個 我自己 逐個說 說一下喜歡和不喜歡他們的原因 是不是 OK仔有沒有參與過這些競投的活動 沒有 沒有的 是的 我們這些人不懂 很少開 哪有份參與 我都沒有投過 是嗎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說是投歌手而已 沒錯 投票那些就不是什麼 不要搞錯 那些說歌手 你說有沒有公信力 其實是當網上玩的 但是 但見到短時間 已經有三千多個Like了 嘩,這麼厲害 很多人留言 對了 先說說哪有十個名單 其實這十個 都是風雲人物 好了 第一個 就是十月初五初哥哥的胡鴻君 胡鴻君 第二 就是這個K型鞋 的譚詠麟 是 第三 就是這個世紀魔咒 品牌魔咒成龍 沒錯 接著 就到這個勞力士代言人 是 余文樂 之後就去到 大灣區 新星 周柏豪 嗯 接著就是大灣區哥哥 舊星 陳小春 之後 就到這個棉花代言人 是 陳奕迅 之後 就說這個極英俊 心裡敵化的陳偉廷 之後這個 就真是可圈可點了 刀磚地球塗大雨 這個為什麼要放下來 離譜 最後一位 就是哪位呢 我近來走過某些地方 叫人 小心 看著 有人看著你 不要偷東西 那位 應該算是 警區的代言人 是 他就是 鍾振圖先生 噢這樣 是的 我們不要說什麼正不正字的 抹一邊 不要說 只是說他的演藝 做過什麼 以及他的歌藝 去研究他這次 到底是 可不可以拿到這個 我最不起愛的男歌手 最後十強 因為之前和飛龍研究過 都有成龍 都有譚詠倫 這次多了一些新人去競逐 競爭相當激烈 這十隻戰馬 有腦有亂 大家都不是自願 沒錯 我想沒有一個 希望入選 甚至乎 高竅得選 就慘了 那就真麻煩了 就慘了 這樣就要說一說 其實這十個當中 你問我 我最不認同他入選 就肯定是 陶大宇 對 奇怪 他應該是最受歡迎 應該要反過來 放在另一邊 我覺得他比MIRROR更紅 現在是紅 是不是 你想想 籌款也放過出來 陸播也放過出來 對 他是 紅了 有感染力 唱歌 不好聽 哈哈哈 他就是不好聽才紅 他受歡迎 那些人說笑他 又不是開玩笑 哇 開心 我聽完我不會笑他 老實說 唱得難聽 你就笑他 多少人去唱卡拉OK 唱得很難聽 這個樣子 是的 我不知道普通人怎麼看 我自己是一個唱歌的人 哇 我以前也去過眾生的卡拉OK 什麼都有 Felive 扔蛋糕 什麼鬼都有 那邊唱歌 兩個男人合唱一首 男女的合唱 哇 兩個男人唱一首 女人的歌也有 接著 聲音 Key 又不對 兩個在鬥大聲 噪音 接著旁邊都在 兩個錄 開 喝吧 發力的才才 一定中 大把這些東西 難聽噪音就當然了 難聽你不可以覺得討厭 這些圈話 我想香港人很多 他們不知道怎樣去開心 因為我們小時候出來做人 未懂得找自己的樂趣 出來上班的人 去喝東西 去唱Key 所謂的減壓 根本就不是 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然後把錢給人家 找些世藝 找些世藝 晚上不想回家 又沒有房間 又沒有房屋 空虛寂寞凍 喝酒 吵怨巴閉 發洩 啊啊啊啊啊 唱歌 個個個主席 這樣 是不是 對嗎 陶大宇這些 帶了寬鬧給人家 我覺得 對他很不公平 很不公平 所以陶大宇 我自己 我自己私心 將他踢出去 不讓你入圍 這個第一個是問號 首先已經是 還有他在這麼多人當中 他是沒有自己的歌 你亦都不能夠入選 沒錯 陶大宇你離開 沒錯 你也是唱別人的歌 沒有你的事 走開 對他幾好 走開 接著要踢走的 最不起愛男歌手 其實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陳小春 我先說一下陳小春 陳小春 其實他唱歌 以前唱歌 現在很久沒有唱歌 當然 他最多在大灣區唱一些 什麼 什麼 現在都不用 古學仔那些 現在都不用怎麼唱 他以前唱歌 我知道他很喜歡唱歌 因為我跟了他幾個月 那時候做家丁 在TVB 他做陳夢吉 我做家丁 做了幾個月 他很喜歡唱歌 無端端就 發聲唱歌 唱歌又很響 他不介意唱歌 他以前是一個歌手的身份 那時候的歌 出來了全部都是Hit的 他的歌 《天世》 《新變世》 《在浩無道理》 那些 全部都是Hit的 《失戀王》 《我是一個西伯利亞人》 那些全部都是Hit的 他的歌全部都是Hit 在音樂成就上面 我覺得他是很成功的 你可以說他未必很好聽 你可以不喜歡他 但是他在音樂的領域來講 他OK 你說他 討厭什麼 他又沒有做過什麼對你 我想 但是為什麼要放他上去呢 可能有些媒體 狗仔隊未必那麼喜歡他 他以前都出名的 插眼鏡 有做過這些事 我自己覺得他這個人 前輩 他又不會跟你說多些無謂的事 他其實也不說話 他不說話 你見他只是做400下掌 整個都沒有戲說 但是 他最近在做健身 就是扮消防員 是辛苦 辛苦錢 但是我可以 說一些私人的事 就是陳小春這個人 如果他在做主角那部戲 他很怕人會搶他風頭 我那時候在TVB 有一部電影 說他不知如何調個鎚 晚上炎梁似鼓 他調個鎚 我在他旁邊做家丁 他一睡著 那條繩一搓 那個鎚就打爆我鼻 那場戲 我做喜劇 其實我那時候 還沒做網片 但是我一直 都覺得自己 應該做喜劇就OK 那場戲 其實陳小春做喜劇 是很一般的 你覺得陳小春做喜劇 你有沒有看 他哪有喜劇 他做過 但他不行 不是 那個喜劇的細胞 喜感 是 很欠奉的 他做正經的 兇人的 扮黑社會的 鳳凰哥的 OK 但是喜劇就一般 那場戲 那些監製下來稱讚我 你很好笑呀 吳仔 很好笑 但是我看到他 就 唯獨是 那場戲 只有一個人打我 就是他打我 他 就不太喜歡人家搶他風頭 但是我想說 我不覺得他的人討厭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你回大陸找食 好像林二汶 他回大陸找食 你就會覺得他討厭 但是在這個音樂的領域 你說最不起愛男歌手 我覺得他是 不會贏得到的 是不會贏得到的 是 可能 是的 你說這首歌 要認真一句 他唱歌 他唱歌很一般 是的 唱功差一點 但是 這個歌的確是Hit的 是的 好了 要講一下 胡鴻君 這陣子多人說 周伯侯余文樂 稍後再說 沒有人說 余文樂 不然你現在還在玩錶 我不知道你還在 在甩職目標 很膚淺 很無聊 他的生活 那件事 很無聊 他的生活 余文樂稍後再說 胡鴻君 如果藍哥手來計 只是唱歌 我覺得他沒問題 只是計算唱歌那一部分 是 因為我覺得他唱歌 譬如航摩迪那些 很洗腦的 他唱歌唱功是有的 會唱歌的 只是歌手要拍 但是如果你說 把這個人捧成男一 如果你說現在要選 我最不起愛的電視藝員 我會放你入頭三位 我的意思就是這麼低 範疇問題 是的 但是我們不能將這件事 跨去思考 只是歌那一部分 我覺得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說 初哥哥那一部分 你知道我只做這個專題 都會說了 沒錯 沒錯 初的眼淚 所以在這個 我最不起愛的男歌手這一方面 就可以踢他出局 但如果你說 我最不起愛的藝人容貌 那就可能 疑似整容人士 那些就有話說 這些就算了 黃君放過你 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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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千 剛才用這把聲說一說譚詠麟 譚詠麟說 我最不起愛的男歌手 現在其實是派了彩 我說他那件事 派了彩 雖然他這期的往績 相當之近跡 很標備 他走勢飛 相當強勁 對 只看到背部 都看到攻頸 對 走勢花蹄 疑似 真的以為是 說老馬有火 但是那些童馬房 那些 嘉英哥 嘉英之聲 那些 就說他 不行了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漏水 哈哈 你以為他走光了 當然有這麼多人 不是呀 他不行了 就說他 出賽有問題 沒辦法可以再跟年輕人的癡馬 比拼 沒可能 譚詠麟如果計算歌曲的成就 我上次說過一次 那些人說 你以為他急流勇退 其實他 知道張國榮要過他 他先走 是這麼先 是這樣的 這樣說他 就算是 走了幾十年 那些是回歸之前的事 你或者回歸後 他一直都是唱唱唱唱舊歌 他又沒有逼你 他的歌曲其實 不肯意 不過譬如我們認識一個 他的超級粉絲 覺得他 唱了那個 日本演歌的唱法之後 其實覺得他走火入魔 是 他以前唱的那些 尋石旁的邊際 就不是那個唱項 你聽回溫那年代 也不是那個唱項 如果你說他之後 那些歌曲 除了我的音 痴痴的嘴 那些 他過了一份 在唱功方面 但是 我又覺得挺有娛樂性 壞鬼 不覺得他討厭 如果你計算近跡來計算 那件事可以說 當是沒有跑過 因為那件事 現在舉報他那個人 已經是銷聲匿跡 沒錯 已經不見了 而大陸那邊也放過他 其實已經沒有了 其實是流料來的 這件事已經沒有了 但是很多人的心目中 依然覺得這件事是真的 假如我是真的 不要緊的 每個人心目中有個答案 不要緊 我們上次研究到明星足球隊 他的童馬房那些 究竟怎樣怎樣 我說到最後就說 他們這些很難的 是 小心洗得萬年船 你說他討厭嗎 我覺得譚詠麟這個人 老實說我之前認識到一個人 跟他做過生意 他是好人 接觸過他的人 覺得譚詠麟是好人 我身邊不少人認識他 我不認識他 聽他的風評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想 我剛才有說 只講風月就不講政治 你一講政治就不能講 因為你們 只問立場 就奔奔是非 所以 那些位置 我們先刪卻 我們現在選 最不起愛的男歌手 而他 在歌手方面 我覺得他不太討厭 他其實 他唱歌都唱了這麼多年 是 要獎有獎 是 什麼名利都兼收 是 你說現在近職的那些 所謂賽職的那些 我不騙了他 那些是假的 是 假賽職 明明是千二草地 他跑了一場泥地 我不看了 這些東西 是假的 是假的東西 其實 是不是真的討厭呢 我自己覺得 純粹是個人觀感 這些東西 是 很難說 是 我說了 不算是完全是很討厭的 不算不算 我自己不是我心目中的黑馬 那我去到周柏豪 周柏豪我相信有些年輕的人 就會貼這一隻 是 因為他 就好像 就有一點點 又左右右 是 是 之前 又說 網上在大陸都說他是 那些什麼藝人 他轉過頭 他又跟建制派那些一起站出來 還有谷智翹那些看著天空一起唱歌 這些都是歌 不要計算這些 我只是計算他唱功方面 周柏豪唱歌 是差的 他的音域 是很窄的 很低音的 如果在歌手的技術來計算 我覺得他之前的星夢來講 簡直是沒有資格做導師 但是他如果用歌手形象來計算 他真的曾經大紅過 是 其實現在看這條街 很少人剪比比了頭 現在沒有 自從他拉東西之後 是 對 比比了頭的時候 應該是最問頂高峰的位置 他由最受歡迎 男神 那個位 一跌跌下去 大家 不要 快點給我留下後兩邊 拜託 我不要建設 不要像周柏 不要 千萬不要 其實我自己本身 以前都是周柏頭的 有試過一段時間 男仔很多都剪過 他在歌曲方面 雖然他唱功 一般 但是原來他是作曲的 你說男歌手方面 我覺得中規中矩 不突出 不突出 如果唱歌的話 可能三四班左右 沒什麼特別 偶有佳作 十倍左右的半冷 半熱滿 曾經因為頭出過頭 然後就沒有了 有一批年輕的 會瘋狂向他下注 我相信 你臨跑有結果的時候 綠燈、啡燈都不出奇 是呀 大啡架 但剛才說過譚詠麟那隻馬 根本是大熱 但感覺上 其實就是 假熱滿 騎乃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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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潘頓騎 潘頓也有他 現在應有的懲罰 沒錯 譚詠麟那些是假熱滿 我們再找一個真的出來 余文樂 你說我最不起愛的男歌手 在我心目中 我記得他只是唱過一首歌 是呀 他在混音他唱過什麼歌 彎掉你門事 也出於好意 那一首 沒有了 我不記得了 或者我不再聽他的歌 覺得很 不吸引我 可能是廣東歌的 因為那些是就著他來作的 他在我心目中不是一個歌手 是一個明星 是一個藝人 演員 演員都問了 是藝人 演員真的要做戲 做戲做得好 那些戲是很一般的 八千轉兩米車 頂東都是那些 其實他 有一段時間 不知道為什麼余文樂 被人捧過做男神 我經常覺得他真心不是那麼英俊 他也不知道怎麼吹 又打NBA那些 對 他打藍球 他最多一件事 我告訴你 余文樂最好的一件事 在他整個演藝生涯裏面 還有一件事 他像一個男人 他方便 沒有了 他是一個小生 他是一個男人的小生款 你說現在很多男明星 很像女仔 CAM CAM的 中性 他是剪短頭髮 他是方便型 只是這樣而已 他是很有男人的 感覺 感覺 但是你說他是否像任達華華哥那樣 又不是 他又不是 他又不是古天樂 黑得來的 很英俊 他又不是 所以 他在我心目中余文樂 是很普通的 我對了他很久 很久 就是粗糙版什麼什麼的 我不知道 這些是捧出來的 那期是那幾個 陳冠希 余文樂 謝霆鋒 他不知為何有份 在裡面 那時候 可能 選擇性不多 對 他又 很 軟體 被人感覺 很熱血 很陽光 所以這隻馬 在我心目中 其實是磁門 是嗎 因為我聽了不聽他 但你說那些歌人很難聽他又不是 其實你問我 給了一些 瓦瓦瓦瓦 瓦瓦瓦瓦 就是 他沒有瓦瓦瓦瓦 所以我心目中的那些馬 其實沒有份選 但是因為那些馬 其實有保護罩 是 他們在選中最受歡迎 明白 不要緊的 大家心態不同 因為我們都是講自己心目中 心中大熱 我說我就是在講罗家英 我知道 當然 當然是那個 周星馳也有兜運辦的 還有幾隻馬 例如陳偉庭 但是陳偉庭來說 這些已離開了香港 你說在這個笛打樂壇來講 我最不起愛的男歌手 他已經不算是那個列 其實沒有了 他不算是香港人 你問陳偉庭是香港人還是大陸人 心裡的化 也不是 他唱的都不是香港的 但他有廣東話 那內地有廣州人,是廣東話 如果他還在香港樂壇 我覺得這個獎當之無愧 但其實又讓他找到一條路 因為你看到他從出道到現在 沒什麼改變 那些舞都是K型的 別人跳舞跳得很帥 我剛才說的,他跳舞跳得很好看 但陳偉廷跳的舞,不知為何會脫皮脫骨 像騎鳴一樣 走騎鳴路線 他的樣子弄得英俊 但跳舞是孤零精怪的 如果他在香港樂壇 我覺得他應該是大熱門1.9倍 行不行 但因為他本身現在不在香港跑開 他這些叫做內地馬來計 我簡直不讓他入選 這樣嗎 如果內地最不受歡迎,可能有他的份 這樣就可能他入金槍60 可能 大熱 可能是的 不是日平線的單散 因為那裡入選外地 那一種 接著說一下Eason Eason是否這麼討厭 唱歌來說 老實說 他近年的流行曲不再流行 他近年的歌 就說一說事實給你聽 我以前也唱過很多改編歌 什麼沖上雲燒 托飛輪 什麼都改過都唱 沖上雲燒 突然有一天他說 我改了Eason有一首歌 不如你唱吧 他說他給你唱 然後我說 我聽過一次 我跟沖飛龍說 我不唱了 我有一首歌聽一次 我不想聽 我覺得他近年的歌 是不好聽的 是嗎 近年 以前他初出道 到高峰期那些歌 除非K歌之外 是比較有感情 我覺得 有味道 新歌呢 新歌 不算吧 不想聽 是呀 你進不了路 是呀 不知為什麼呢 是關曲還是詞問題呢 真的不知 曲 是嗎 其實 老實說 有時候音樂很實際 用來聽 你不要說什麼 音樂無分國界 你試試聽抖音的小孩 抖音的歌很生氣 是的 人家都會寫 新界以北都會寫 為何陳奕迅寫了歌 流行曲不pop 沒有哭拉的 沒有人記得的 這是他的問題 嗯 如果你說在技術性來算 他以前 沒有可能入選 但在現在 近年 可能他想做一些新的事 我不想再做K歌 又說現在沒有卡拉OK 都不是那一年代 但我連聽你的意欲都沒有 簡直是沉直了 在技術性來算 陳奕迅 我可能會給你一票 嗯 嗯 他不是人格上 我覺得是他的音樂水平下降 即是那個 可聽度 觀聽性 嗯 那個收聽的 那個觀賞價值 他是突然之間 他明明很 就是這樣說 在樂壇 曾經都叫做 很紅 K歌之王 是的 他就是K歌之王 你想想他竟然一班 一聲 跌下去 三四班 陰公 那個感覺是 那個落差太大了 呃 比我感覺 大家不要從立場的角度去想 那件事 而是純粹個人的技術 他明明可以做到一個好的位置 出色的位置 他突然之間 砰 就沉下去了 所以我覺得 可能他在大陸是賺到錢 但你問我 他譬如在內地計算 我喜歡聽內地 你試試聽 你打內地 嗯 有一個叫做阿七叔 哇 那些歌 他是很流行 很洗腦 很囊狼上口 但Eason 我想聽你的歌 聽了一次 例如他近來有一首 幫遊戲機宣傳 我看到 有幾天 有三十多萬點擊 是 然後看到 也有很多人喜歡 我聽完一段 我接受不了 不是我的東西 是 也覺得 你現在做音樂 做到 是失了方向 嗯 你以前 K歌之王 這個名字 就有一點點 已經 被淘大雨 要脫 要撕 要撕 這樣 所以 他會是一隻 相當有實力的馬匹 在這一群當中 再說 還有幾個 中鎮濤 我覺得他一來就很久沒有新歌 他出新的歌 其實都是來來只有一隻 《養一切除風》 是啊 不是現在的人都不知道他長過什麼 還有一隻很有名 都是《一切除風》的英文餅 《When you meet me, say you sorry》 都是這樣 但我覺得他唱歌很好聽 很有味道 是的 有味道 你用他那個 《指問立場,不問是非》 這個 雖然某些人來說 他會在十倍內的熱門 但事實上 我覺得他是不入流 因為我會當他一個歌手 我覺得他是瀟灑哥 是的 都多過他是一隻歌手 都多過是一個歌手 是的 到了寶物尋歸底 選幾次 最後都要拿這隻 其實他是一隻實力馬匹 是的 我相信他是多屆的馬王 每一次 不只是這一次的圖 不只是歌手 甚至可能是藝人或什麼 選舉可能都有他分 不是說什麼 可能只是說黑島最多品牌 我們最新看到快手 快手就變成熱戰隊了 這部都是被炒選手 聖龍哥哥 又再次被他 問頂寶座 一代言完之後 人家轉頭要裁員三成 真的誇張 三成啊大哥 不是三個百分 你跟不貼新聞也難說 這隻馬叫做代言魔咒 嗯 那代言魔咒呢 他本身是韌 圓居民 早熟又晚成 是的 這些是持續刑 十歲也有win 沒錯 十歲老馬也贏得一級賽 就這些了 真的有些事 那你問他是不是真的這麼討厭 他那個人有時候 你看某些片他挺可愛的 有個朋友 就傳譚詠麟 那時候唱朋友 嗯 唱唱一下就側給成龍唱 成龍就真的唱 他又不是唱得那麼壞 而且很好玩的 其實他們很 playful 整班人很開心 在他們的圈當中 他們很開心 但是在觀眾的角度 在歌手來算 就多了一個少了一個不少 但是始終因為他其實 他不是當打 如果你說成龍出新歌的 是 我絕對會投他一票 嗯 但是他沒有 你以為 在賀歲片裡面 譬如急先鋒那些 他是有唱主題曲的 是 是 但是他跑的圖程都是在內地 是 他不是衝擊你香港樂壇 是 所以他這隻是實力馬 我相信很多人心目中會投他一票 是嗎 但是如果在這堆人來算 剛才我說過那麼大堆 就這樣算實力 真真正正 本地僵 本地僵 我猜我自己 認真投 不是投什麼 不是投什麼 不是投立場 棉花之星那些不是 但是我會投棉花之星 嗯 我覺得棉花之星 在歌藝上是由 最好最喜歡你 變成我現在 是聽到新歌之後 我是不會翻聽 明白的 就是明明90分評分 現在去到20分 就是是好處的 就是事情明白了解 那個落差實就太大了 棉花嘛 輕飄飄 輕磅 現在明明90分掛頭牌 現在變成20分掛尾牌 這一班同路程 是的 那種心態 真的被人覺得他好像真的很差勁 是的 至於剛才你說的 快手龍 快手龍 在重化的確厲害 但是他真的在重化而已 對不對 那不是沙田 那就差一點 也是 背影校長那些 哈哈 背影校長那些 就是因為當頭起 是的 但是那些都是虛火 沒錯 假的 因為有馬房內爆 那些消息 不行啦 初哥哥那些放過他 初哥哥 其實他可能是在說演技 主要是演技 那倒轉地球那些 基本上就是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根本不是這一班 沒錯 我們今天的提示 就是給到快手龍 應該是找棉花之星 棉花之星 膽拖 快手龍 雙膽 你可以拖腳 拖一下背影校長 那些 明白的 這樣就應該會串一條 三重彩回來 看看會不會跑得出來 我們今天的提示來到這裡 交給沙圈的同事 拜拜 拜拜